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从小也耳濡目染 父亲也教我戏剧的一些基本的功底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非常喜爱艺术 喜爱舞台 因为我先生认识 其实也是一个机缘 然后先生去到大陆 然后跟先生认识之后我来到台湾 像大陆新娘来到台湾之后 是不能有工作的 所以我就用先生的名义 然后在大陆去 我自己亲自过去学了滷味 从站路边滩开始 然后慢慢的做到开成店面 开始的时候是在高雄 做牛肉面站滷味滩 到后面到台北来 开了现在的这一间麻辣芭蕾 在高雄开店的时候是非常辛苦 来到台北又尤其辛苦 当月初期人手不够的情况下 晚上12点或者11点过打烊完 我还要准备隔天的餐点要备料 一天休息的时间的话 应该不到四个小时 所以有时候辛苦到 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 看到红绿灯是90秒的时候 我特别的开心 因为那90秒可以稍微蹲一下 我在大陆吃到的酸辣粉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食物 酸酸辣辣的非常开胃 而且它里面添加的一些 比如说像花椒啊辣椒啊 它又是促进血液循环 然后厨师的 这个食物还蛮适合台湾的 而且它是纯手工的骨髮制作的 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然后呢我是希望说 在我的生活里面 不管今天是我在从事 穿剧艺术的变脸表演也好 还是我在从事一个餐饮业也好 它就是一个脸谱和食谱的碰撞 它碰撞出来的是 重庆麻辣的好滋味 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里面 我是希望说 它卖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 是一碗面条或者是一碗酸辣粉 它卖的是重庆的故事 它卖的是重庆的饮食文化 也是我从大陆来台湾 二十多年的故事